Asses没安装Driver没挂上去 如果说你们假如说一直卡在第14行的话 你可以用第2种方式 第2种方式是利用什么ODBC的方法 就是把这一行 把这一行把它注解掉 注解然后呢 把下面这一行打开 下面这一行 然后但是你必须要去设定一个那个 就是odbc 名称我这边是用address 那怎么样是odbc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应该这个 其他的专案应该很常会用到odbc 那早期的话 是要自己设定 不过还是发现odbc缺点就是每次换一台电脑又要再设定一下 相当的麻烦 所以 但除非必要 不太喜欢用这东西 但是 因为刚刚有同学有问题 你们试试看 用第2种方法 那这种方式的话 第1个你会找到那个 在那个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应该会有个叫 资料来源的odbc 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如果用到资料库应该都会用到这个 OK 那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找一下系统来源的名称 新增一个 这个名称的话 特别找一下 这里就有个driver 你们如果连这个driver都没有的话 那应该就 看我玩就好了 因为理论上应该都会有啦 XP 我这XP的应该都有了 你们的应该更没关 没有问题 所以 microsoft address drive 按完成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来源名称的话 就address 然后 再来就是选取 资料库的位置 我们是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 那低碟底下的话 我是放在那个 JSB底下 我们有一个 一个路径 就是那个路径的话 选起来 然后 first 底下会有个 就是webcontent 这边有个地址 OK 按确定 现在我们将其批评 我们将其批评 最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